新北市的居家检疫对象是持续上升是全国最多 许多生活基本需求都需要各单位通力协助 因此新北市成立了居家检疫关怀中心 强化居家检疫者的追踪管理 并且推出居家防疫关怀包 照顾检疫者的身心健康 居家检疫者有长达14天不得外出 在生活上难免有许多的不方便 新北市整个各局处的资源 成立居家检疫关怀中心 卫福部长陈时中也到场致意 并且和29区公所视讯连线听取建言 新北市的关怀中心专线可以补1922防疫专线的不足 部长陈时中也肯定新北市的做法是有组织 有计划 有步骤 居家检疫情非得已 需要社会的力量 协助检疫者渡过难关 新北市特别提供居家检疫关怀包 照顾检疫者休闲 学习运动保健的需求 第一 ob 第一 ob 任何不犯 銀販圖書館 可以讓很多的書籍 你可以看 第三個更重要的 萬一你沒有辦法去上課 所有的教育局的教育學習平台 都在這個地方 可以每天來運動 每天這個運動 總結到這幾天 在家裡要去運動 我可以幫你手握手握的東西 老闆先生 你在我們這裡 有看高血壓的問題 已經看了一兩年了 是不是 對 對 對 那現在狀況怎麼樣呢 處境鞋 處境鞋會有點緊張 然後有點怪怪的感覺 然後又不能衝 又要該怎麼辦 有沒有什麼不舒服 處境鞋就是頭重重的 頭重重的 心跳的狀況大概都驚訝 透過遠端問診 關懷個案身體的情形 並且提供醫療的諮詢 全方位的照顧就是為了避免 居家檢疫者趴趴走 造成大家的擔心 如果還是我信我訴 不聽勸到處走 就會寄出重罰 除以十萬到一百萬的罰款 記者沈志雄 新北採訪報導 我找到 欣賞